另外有料品 另外也是食品 像豬肉 非常美食的 米和麵 這裡面有些污染 都要經過一些萃取的破綻 這也是為什麼萃取的 我們用草莓列的領域 這張單是用草莓列的領域 它當作一個萃取的領域 傳統的萃取方法 像是你們在做分組報告的時候 這張單是用草莓列的領域 這張單是用草莓列的領域 提到手勢確定法 沙澤開口 雖然是傳統的 目前還是用的 因為它是一個標準方法 尤其是脂肪分析 肉 裡面的脂肪 這也算是一個標準方法 我們很快看一下 這個裝置 助教他在帶這個實驗的時候 他一定需要碎兩次 尼巴的樣子 拿到這個 而且很乾淨 因為它已經經過這樣的方法 來萃取過 因為它可以萃取的量 每次的量不是很多 所以它夠用醫學型 所以現在還是要去兩次量 那首先 那首先 因為沒有 沒有讓你做這樣的實驗 所以你們沒有機會看到 可以有一個專門 做這樣一個 配合這樣一個實驗的一個 一個器材裡面 可以為的是綠筒 或是鎖式順序的一個 那麼它的材質是可以 讓你 Solution 或是Solvent 可以進出 可以透過去 那固體它們會打下來 有點像綠子 很像綠子 但比較硬 比較厚 你的固體樣品呢 可以放在這裡 放在裡面 然後把它放在這個 這個 這個圈子 圈子 裡面 那你的Solvent 是放在下面 有一個加熱包 像這個一包 Messin chloride 跟Dashin 就是我們 摘取泥巴的 我們做些泥巴的 我們用的一個主持 Messin chloride 跟Dashin 經過加熱 蒸氣呢 從這個一包 它這個玻璃管 也是特別的 裝置 它特別設計的 所以這個蒸氣呢 是從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 這個磁管那邊 上來 然後 上升到這邊 碰到冷液管 冷液管 然後撤下來 然後這個 燒冷液 然後 就滴到 這個泥巴的 這個槽裡面 這個綠管 然後 滴的時候 我滴這樣 滴上來 然後這個綠方 它可以通出去的 就往右邊那個管 然後 右邊這邊有一個 玻璃管 這種形狀 只有它跟這個 長子相互 所以 低燙的這個 燒冷 慢慢地在這邊 累積 累積 當你的高度 累積到 超過 所以右邊這邊的 高度跟左邊這邊 是這樣子 超過了 最高點 然後它就從這個 右邊那邊 就 流下來 那流下來的時候 那流下來的時候呢 是一個 融性的效果 塞 這個融性的效果 可以把這 所有的燒冷 全部抽光 這樣子 變成是 我們靠加熱 把這個 燒冷的蒸氣呢 冷淋下來 滴在這個 這個 這個 泥巴的樣子 然後做 眩取 把泥巴裡面的 可以 融在燒冷的東西 融出來 融出來 怎麼把它帶出來呢 靠點 融性的效果 慢慢地 滿到這個高度 超過這個高度 它就 所有的容量 可以 融性的作用 把它帶上 它又回到了 你的燒冷裡面 那這樣 就要硬塞 萃取 硬塞 硬塞 那像 我們在做這個 泥巴的硬塞 的時候 我們在控制在這個 這樣一個 速度上 所以我們可以 控制這個 加熱包的溫度 你的溫度 越高的話 它 蒸氣 產生的速度越快 所以它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就滿了 然後回了下來 進行的速度 我們要控制在這邊 但是我們 做了 cycle 大概二十小時 你可以算一下 我們一共 經過幾個 幾次這樣 的萃取 所以時間是很長 但是你把它設定好之後 你可以不要突然把 它自己去做的事情 這是上次的 目前 雖然很傳統 目前還在用 目前還在用 那當然這個 問題是 它需要用 燒粉 它的量還蠻多的 這是一波問題 第二個 你被脆除過來的 它是 被這個燒粉 脆出來之後呢 整個帶到下面的 圓地燒粉裡面 所以你說整個 cycle 比如說就二十小時也好 多久 你如果夠了 萃取了 已經萃取了 也夠了 大溫不退出來了 接下來呢 你還要想辦法去濃縮這個 你要的東西萃下來 那你要去做分析的話 你要把這個燒粉的量 還體積太大 濃度可能不夠 你要把燒粉再擀掉一些 讓這個濃度呢 你要進得到 所以這個地方也進一步的 萃取完之後呢 你還要花時間做濃縮的工作 那裡面的尼巴是 我們不要的東西 因為我們是希望把這裡面 吸不在這邊的這個 有機的東西呢 把它 萃取了 然後 擀掉 不需要回收 所以我們只做這個 清除的工作 不要擔鎖 這個生涯的東西 這個燒粉裡面的東西 就倒掉 我們需要乾淨的尼巴 我們需要乾淨的尼巴 但真正在做實驗的話 就是說這個肉 肉裡面的脂肪 它會脆出來之後呢 收集在裡面 你要進一步分析的話 這個燒粉需要 但不要 要濃縮的這個工作 我們要花時間 所以 我們在安排一個 超濃度的流比萃取 那超濃度的流比萃取這個技術 最早 最早是用在咖啡的 食品工業 製造 Decadinate 這個咖啡 有去咖啡因的咖啡 不含咖啡 應該說是低咖啡因的咖啡 那這個對西方人來講重要 我現在已經習慣了 你們也習慣了 你們也習慣喝咖啡 還沒有 有些的好像咖啡店 很多啊 可以去帶開啊 然後一杯咖啡 多少錢 30 40 56 好像好貴啊 好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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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到上癮的 那西方人的話是喝咖啡 早上來去吃 就一邊喝好貴 所以變成上癮的 東方人講說 你傳統的嘉賓裡面的話 你準備去你父母親的 吃喝茶 那他就喝茶 喝上癮 那叫他不要喝咖啡 不喜歡 應該是上癮 那等於咖啡裡面 咖啡因的 咖啡 拿一個茶 咖啡 哪個裡面的咖啡 路比較高 是咖啡 是咖啡裡面的咖啡情供 可能路比較高 所以 所以 這個 一般人喝都沒有關係 正常人喝都沒有關係 正常人喝都是很年輕的 如果說你有這個 心血管 有這個 有這個 心血管疾病 有這個 心血管疾病 有這個 而人的話 那咖啡因的刺激性還高 就是你沒有咖啡 所以他要喝咖啡 他是要喝 但是他就要喝這個 去含氛液病 所以在 實力液 這個超級流鼻催去 這個已經是非常非常少 這個技術很少的 因應 那 只是呢 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分析化学 我们是跑到这个 私密化工业 去把这个器材拿来 借过来 借到这个当作分析的 酿品、咸醋品上面 可以买 所以上边就留下咖啡 咖啡 咖啡去咖啡 然后呢 去鸡骨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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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买到 鸡骨厅 应该说鸡骨厅 去鸡骨厅的香烟 而另外在 干洗液 干洗的话 现在都是用烧的 干洗店 经过的时候 那里面的非常非常好 非常受的烧 那所以 好 他们取代这个干洗 可以用给超力量而已 不取代 那里面好像已经有这样的 洗衣的 技术 已经在推广 那当然 那里面 就当借用 最肯定的 通常是哪个牌子的 就是没有牌子的 我照应就留下来 自己 清醒的 可是我对这句话 很怀疑 我们要带来可以去 然后去重心处 很困难 重心处女子 要从这个里面把它吹出来 应该是很困难 因为 用这个超级的口吹出来 好 接下来 这个装置本身呢 通过应该做 比较熟 我们用了修复 这个修复的话 直接是当做我们的 修复完 那各位知道这个 各位知道这个西温度里面 钢瓶里面的西温度是什么状态 那各位是 西温度固态也不会的好 干丁的固态 干丁 那是气态呢 还是气态的 好 钢瓶里面 高压的 高压把它压上去 所以这里面可能是液态的 液态这个高压的 把它压在那里面 所以打开之后呢 它就直接进来了 进来之后 可以压力不够大 所以我们还需要一个胖 把它的压力呢 提高在 它的 距离之上 提高在 这个压力之上 超过的压力 拿到它的一个 超低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胖 基本上是提供一个 肺力 希望它里面的压力呢 能够放 你希望的一个 比较高的压力 对 对 那另外 另外我们还需要 温度的控制 所以它需要在 室温之上 3C度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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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需要一个 好氧 所以这边 提供温度 放你提供压力 但是这个压力呢 然后这个是你的 extraction cell 就是放你的 固定样子的 垂直槽 或者做CM 知道 有一个垂直槽 那这个地方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出口的地方 你叫做restrictor No Restrictor restrictor是一个限制 我们中文翻译 限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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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营座时间 也没有理解 它的restrictor 是有专利的 设计得非常精密 所以我们 不能让你去动它 动完之后呢 它可能 放在五倍 早期发展的时候呢 就直接用毛细的 就出口的地方 把它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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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出来的时候呢 不容易出来 所以阻力比较大 限流 让它流出面段 所以可以让你的胖 拖压推 让这个里面呢 能够累积 一个压力 一个低压力的 压力呢 能够达到 你需要的一个刀压 可能保持这个里面呢 是在一个超微低流比的状态 所以 假如你的出口呢 很大的话 你怕我再 拖压 拖压它就跑出去了 跑掉 散掉 你没有办法 维持一个刀压 所以 出口呢 都一定有一个trickor 我们这边画 特别我的画很小 有这样一个设计 至于说是什么样的 在一个园里去设计它 不懂常拍 不懂做 早些的在实验室里面 都是用毛细管 直接用毛细管 另外这边有一个 这个Shadow Bow 一开关 让这里面的 油柄 是不是可以通过 它就会开关 通过 关出来 关开 关开 这个Shadow Bow 在这边 它只是代表 真正的 比武器设计里面的 Bow 很多 一堆把 背论做实验 但这个 它特别强调出来 就是做什么用了 我们要讲 超级结论 萃取的时候 你们做实验呢 有经过两个过程 第一个是叫Stand 静态萃取 接着第二个部分呢 叫做短片 动态萃取 记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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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的话 记得的话 可以问一下 好 我问这边 好 好 来 什么事情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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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可以有 可以直接收到 然后 第一件 以后 再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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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 对 静态萃取的话 就怎么做 一个卡 关起来 关起来 这边 放门打开的 放门打开 由高段 温度之中 控制好 放门打开的 然后呢 我这个卡 关起来 你让这里面 要打开 我设定的 好 然后呢 就泡了 如果我们这个 这个 游体呢 不信一致抬掉 才静态 所以这个动作 很像 我们 在洗衣服 洗衣机啊 你洗衣服的话 把衣服全部 你干嘛 去洗衣服 用它去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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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用这个行径吗 你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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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干嘛 我知道 没那个 我 不然 你冷静 没什么 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 非常多 他在操作 偶尔他说 你去洗衣服 我就不记得了 我好久才洗衣服 所以我讲的是这个动作,不知道时间,怎么样的过程,教我一下 所以一定要有个泡的工作,那个就有点像我们的静态,泡在那边 让你的油顶接触到所有的泡泡,把泡泡所有的滚动里面接触到你的农药,然后溶下了一段时间 接下来就是动态的,可以让你的油顶持续的机会把它冲出来,盖出来,持续的机会把它冲出来 假如说Dynamic的话,这个的话我们就打开了,让它持续的,这里面有一个修复,在油顶状态把它冲出版,带出来 带出来之后呢,早期的时候就很困难,就直接在出货的地方,把它静在,你可以去溶解 就是说你的分析物,假如说是农药的话,有机密的农药,那它可以用在烧的里面 你就找一个可以用它的烧的,就放在那边,然后就收紧烧 你的收口就直接静在,就静在这个里面,所以出来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人记 它就会把有机密的农药呢,融在这个农药里面 那进出二氧化,它就改掉,不管它了,那也有很多 那早期的很困难是这样做的,那你们做鞋的设计就很好了,那还多了一道,那个,Coltrap 就用那个,还是,这个二氧化碳,出来,直接的把它冷冻,先把它Coltrap在里面 然后呢,再用Mathom再冲下来,所以我们那一套这个超级力有点脆弱,那是相当的 那你们做时间都成功了,这学生也都成功了 那我们做时间都成功了,这学生也做成功了 所以当鞋了,上一学期,去年了,好像都不太成功了 所以当鞋了,就是那个,上一学期,去年了,好像都不太成功了 那结果同志,同志,同志,抓到一个,就是一个问题的男人,抓到我这些学生也会成功了 这是很好的事情 好东西没问题 像这样的招式我们自己要越化 基本的架构才知道自己要越化 要去比较 我们刚才讲过了 去跟Subsid Attraction 才能慢慢比较 传统的方法一般是Ligrid Attractor 靠Subsid Attraction Subsid的好处是一个比较快 像传统的话 通常一般做鞋 回家之前把它架着好 回家了晚上 它就自己做这个事情 没错 超级六根萃取 一个样米分析的时间 相对这些一样米分析的时间 它要比较快 比较快 但是呢 传统的做法 它可以一排 一次摆十个 二十个 同时做 同时做 虽然它比较慢 一个样米分析 但是它可以同时做二十个 十个 一般要看到比较多的十个 现在你撞过来 十个还有一点 所以 你还好 那是晚上做 你不要去管 还是你自己在做 第二天拿来 然后收尾来 进去工作 其实是还好 但下面第二天 你做实验 第一次只能train 你只能摆一个 一个cell 所以你自己能做一件 所以假如做十个的话 你省十倍吧 你时间也蛮久 OK 好 第二个呢 呃 这个就要做 那超级别流迪的话 你收 就在sovereign 里 你把它收下来 你要的引擎 那二氧化 它能排掉 摧取的那个 媒介能排掉 在这边的话呢 你要的东西 说的这边 还有很多sovereign 那sovereign 那你必须要把它 我们收下 把它擀掉 那这个要花时间 那在sfp的话 你需要直接的收掉 就可以用了 所以这一点是 很重要的一个优点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超级别流艇呢 它的sovereign strange 就是它的融解的能力 那是可以很容易改变 改变压力 对 这个是 改变压力 这边是想压力 就是说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这个一式上面 我们的压力呢 要调到 就把它设定高一点 设定高一点的话呢 压力高它的density Density又比較大,會增加 所以你的超連優比,它的Density會隨著你的壓力增加,變大 Density變大,增加的話,它的融解力會增加 讓你萃取的效果會更好 那這個是你可以用力去改變的 這個是它的一個優點 那另外還有一點事情 其實這是跟集訓的關係 我最當初是講 你的廢氣,就是我們的流體 燒電的流體,並不是二氧化碳 那二氧化碳本身是一個當初 它本身這個COP,它是沒有集訓的 它沒有集訓的,它要去萃取沒有集訓的 集訓比較低的燒號,效果很好,所以沒話講 但是很多燒號呢,不能說沒有集訓,它集訓還是有一些 結果用一個No.1的COP去萃取的化碳 做超連優比,它的效率可能就不好 我們各位看一下,這邊它有三個化碳 這個化碳,我這個化碳,我這個化碳 你的濃度應該是多少 經過這樣一個萃取的步驟之後呢 萃取出來的效果非常差 那這兩個東西它集訓應該是長得好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我一個半 做實驗很厲害 原來的這個COP呢 極性低,所以效果不好 那怎麼去改善這樣一個問題呢 就是在COP裡面 加進來 在COP裡面 我們另外提供一點點 這個不能說很多 提供一些這個Maskment進去 一起呢,進到這個系統 所以在這個流地裡面 是有CO度之外 還有少量的Maskment 所以Maskment那個量加的越多的話 它整個的極性就挺高 極性低高之後 各位看一下 CO度加到Maskment之後 讓這樣一個化碳 它原來是CO度本身 它的稅效率很差 但是加了一個Maskment增加它的執行之後 最低效率幾乎是百分之百 幾乎是百分之百 這就是做新的 你要去設法去克服 所以你碰到問題呢 世界大完解決 那當然要去試 結果成功 那這張圖也告訴你 上面這個流地區本身 極性風高 所以碰到如果說 最終有點即興了 效果有可能不是很好 但是你用這個辦法 就在裡面呢 加一些 我們叫做organic 毛衣法 修飾劑 讓它的即興改變一些 想談什麼卻想要求 我們這樣的話呢 就能夠改善它的卻出效率 我們進張圖是講這個事情 那順便也看一下,我們做實驗人肉,讓這個獨卷做這個東西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這個StyleC 這個獨訊最強最強 當你們做了這個有機日文藥上的PT 那獨訊很強啊,再一年下去就完蛋了 很多的啊,所以我特別做這個實驗,其實我很擔心 有個獨卷出手出腳 這樣,不是故意的啊,灑出來了 講話的時候很高興啊,啪一滴出來了 那就很明顯了,這個獨卷非常強 那這個獨卷也是很強,獨卷非常強就要做一個東西 那接下來,上面這個獨卷呢,在哪些地方有應用? 我忘記我們化學率比較少 剛剛是這個石柄的吧,還有這個環境分析的吧 他們分析的對象都是像泥巴,環境分析的話,泥巴的污染味,石柄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一下這些東西 那分析的對象的話呢,都是很毒的啊,像濃藥 還有,這個PTH的話,所有都環境方箱,方箱組 其實這裡面包括呢,你們在做些的機車廢氣啊,還有這個氣油 只有裡面,一個Bandering有,你有兩個Bandering,還有三個Bandering 這個成分比較少一點的,是吧? 那兩個Bandering呢,還蠻多的啊 那這都算Poly Cypher的,Polomanic Type of Topic 統稱叫做多環,就Bandering有兩個的,有三個的 不管它怎麼接了,上面接了什麼東西啊,我們都屬於這個Poly Cypher,Polomanic Type of Topic 那這類東西,那這類東西都是致癌的,都是致癌的啊 所以那個機車廢氣其實,機車廢氣一樣啊,其實很毒的啊 所以同學在,在紅綠燈的時候其實是,先玩得吧 但你沒有辦法,就一定要停在那邊嘛,然後一堆廢氣等等 另外呢,PCB的話,我各位同學聽很多,多瑞營原本 那現在是完全的記憶,什麼地方都可以用 那早期的時候呢,是放在這個Bandering裡面,就是房代表 那PCB的話呢,也是另外一個,非常毒的 那,多瑞營原本,聯本就是兩個本啊,原來有幾個聯本 那上面有幾個綠本,很多,一個綠,兩個綠,三個綠,四個綠 都叫做多瑞營原本啊,所以它這一類東西呢,也是致癌物很毒啊 那所以你看到它的機車廢氣的對象,都是毒性很高的 所以我們這一張,基本上啊,是想介紹的,超音樂流鼻 這樣的一個,可樂器啊 那麼另外呢,我們就想讓它應用在Trent上面 所以我們那邊,呈現的部分啊,我們就沒有了解,特別已經介紹了 這就沒有問題啊 這就沒有問題啊 那應該先講,加在哪裡 我們加的話是在,胖部之間這邊,另外加進來 所以它兩個一起做,最怕在這裡面,還是超音樂流鼻 這兩個都說就是,雲南行 我們這樣認為啊 OK 它就像那邊 那個是吹停的啊 然後它下面就是一個加熱嗎 加熱嗎 對 然後把手本加到退層之後,然後就變成進去 然後那個是假的 然後把那些東西全部吃完之後,然後就不到加熱嗎 對 那所以你的那個,容器的配點比較低啊 那你的分析物配點比較高 所以你的,你的分析物像有些運牌下來 那,我們選的那個容器,它的配點比較低 所以讓它能夠推翻上去 你的分析物是不會比較好 不會推翻上去 好,這也是很好的問題 那個想要你 不錯,你都會想到的,很好吧 對 我們等一下要不停 沒有 沒有我們就能聽到我們就能聽到我們就能聽到嘛 OK 好 OK OK 請 擅長 好 OK OK 就 我们这个最后一章都已经比较不熟悉了 因为我们没有做这样的实验 叫做Cavillary Electroperesis 这次代表我们这章里面有三个技术 Cavillary Electroperesis Cavillary Electroperesis 毛西纹电油 毛西纹电提升 第三个叫Fear Flow Regulation 这个是场流的一个分离这样的技术 那我们会教到哪里的话 看我们的这个速度 至少这两个机器能应该可以教到 那电用 我教你们从大一到现在 你们做了一个实验叫电影实验 什么是电影 没有啊 那我们身份能力来 电影 在他们的样子就往里面进去 那 其实我们就没有做过电影 那 毛西纹电影当然都没有做过了 那我们先介绍一下 什么是电影 什么是电影 那电影的话 一定有一个电场 就是我们会加正极负极 在一个电场里面 就是一个融业的没有电场 一加上去的话 那么 那我们再讲电话题的车也讲过吧 在融业里面加正极负极 集体加的话呢 融业里面的离子 正离子也会往负极它 负离子往正极它 这个就是一个 Electroporesis的一个效果 电影 所以电影的话 那也是一个分离的一个方法 所以它 应该施加一个D-C-Electric-Fill 就是 电场 D-C电场 固定电压 然后它分离的对象 就是带电荷的 species 还有电荷的 这样的分析物 那它便是小的 那个磊子 也可以大的 带电荷的像 蛋白质 带电荷的 所以它叫做 Charged Species 带电荷的物质 那么它 会分开 根据它的电荷 正的往负极动 负的往正极动 另外呢 同样带电荷的 它是电荷的大手 三架 二架 一架 它受吸引力 排之密的种能 三架当然比较快 二架比较慢 一架更慢 消费人 跟它的大小 所以我们说是 特 这件应该叫做 特质比 就是D代表它的大小 它大小的话 跟它质量 也是一个证明的关系 所以跟它的电荷有关系 跟它的大小 Size Ratio 所以它是可以 达到一个分离的效果 分离的一个方法 这是两个定义 两个不同的事物里面 这个作者 对什么叫做 Electroparesis 它的一个定义 我看我们的成就结束 就要来了 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边 那大家要做一个议念表彩 好